大家好 今天又來介紹省錢的刮鬍刀了 那以往我們都是用這一種 多刀式的新型刮鬍刀 那後來呢我有 介紹這一種使用的這種老式刮鬍刀片的這一種 雙面安全刮鬍刀 那我今天要另外介紹一款好用的刮鬍刀規格 他就是這一種使用唐刃型的刮鬍刀片 那他這個是大概是50mm長度的一個 直剃刀規格 這種刮鬍刀片的特色就是說 相差出了五款 不同的規格 那每一片的刀片 刮起來的刮感 落差都非常的大 不像這一種 刀片呢就只有銳利跟不銳利或者是一些 細微的差別 那麼如果要調整刮鬍的這種 感覺通常就是一直換刀架 結果呢 這種老式刮鬍刀省了刀片錢 花了很多錢在刀架上面 結果沒有省到錢 我手上的刀頭是雅琪做的AC掛護刀的刀頭 那我們現在來組裝刀頭 我這次呢只有買刀頭 那刀柄的部分我自己DIY 那我使用的是 M5 70厘米長的螺絲 配上滾花螺母 搭配成一支 不銹鋼的刀柄 DIY的刀柄完成了 這個呢可以 很穩的 站在桌面上 刀柄加上刀頭 總共是 85克 我們來上臉試試看 它這個 單刃的AC刮鬍刀的差別 首先呢我們先塗上罩棒 好那我們開始來上臉刮鬍看看囉 這個是AC刮鬍刀 這個首先上臉的第一個感受是好像會覺得它刀子比較頓 不像這一種 老式安全雙面刮鬍刀這一種 的感覺這個刀片因為比較薄 所以刮起來的刮感呢 會比較刺刺的感覺 而且呢那個刮鬍的聲音比較大 這是一個錯覺 覺得說刀片比較頓 但事實上因為它刀片比較厚 所以呢它就比較沒有 上臉沒有那麼刺刺剌剌的感覺 事實上它也是很銳利的喔 那但是呢 這種單刃型的刮鬍刀有一個缺點就是 要頻繁的洗刀頭 那它有好處是這個地方比較薄 所以呢 鼻子下方比較好刮 不像這一種 就會擋到鼻子 這邊呢用這個來比較看看 同時呢也用這一種 多刀刃的刮鬍刀來試試看 這種呢其實在 脖子的地方對我來講我覺得 摩擦感比較大 那這種 單刀片的它就是摩擦感比較沒那麼大 那這個 這種 AC刮鬍刀呢刀片感呢就是 還沒有那麼強烈 就會跟這個比較稍微接近一點 刮的時候那種滑順感 形容一下這個可能就是像拿0.3的鋼珠筆在紙上寫字 那相對呢這種就會像是拿0.7的鋼珠筆在紙上畫一樣 它會比較滑順一點 好我做完第1套順刮現在要做第2道 感覺還不錯 嗯感覺還不錯 感覺還不錯 這個乾淨度還是不錯的 那這個 AC刮鬍刀的刀片呢我在台灣買到的話一片平均大概10塊錢左右 那這種呢 老式的安全刮鬍刀片呢 大概從2塊錢到7-8塊都有 所以呢這個雖然單價高一點可是呢它的耐用度比較好 所以算一算 差不多 但是呢 就是比較不會平緩的換刀架 不同刀片感受 落差很大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介紹的這個 AC刮鬍刀 那我這個刀餅呢 做了兩隻 兩隻加一加大概只有 100多塊台幣 推薦給大家 4隻,1隻 1隻